高仙子家境普通,母亲常年体弱多病,当时还在学校读书的高仙子,为了缓解生活压力,来到一家火锅店大工。 不曾想到的是,老板周瑞峰对相识不久的高仙子一见钟情并展开追求,对他的各种要求也是百依百顺。 可就在两人交往不到半年时间后,老板周瑞峰突然拿出两万元,让人转交给高仙子,希望断绝恋情以及工作关系。 对事情真相不明就里的高仙子来到现场,希望对老板周瑞峰大声说出从未说过的爱,并希望了解周瑞峰为何突然提出分手。 那么,老板周瑞峰为何突然拿出两万元,要决决地斩断与高仙子的联系呢? 他今天会来同堂接受高仙子的告白吗? 这个女生很简单,甚至有点我们所说的二,说话不经过大脑,但是她有点来久不拒,说难听点,有点不懂分寸,就别人送什么她都能接,她也敢接。 接了之后人家要跟她分,还给她两万块钱让她分,她还敢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男生对她应该不会有别的图谋,她并没有跟她发生什么,只是很简单地牵牵手,可能一开始会有感情的培养,但是后来在整体观察之下,可能会觉得有点不是心目当中所想吧。 所以我今天就想,就想她来接受我的告白,我想当面问她问清楚到底她把我当什么,然后这么突然,我想问她问清楚。 好,今天不管合与不合,不管猜测的是哪个版本,咱做人得有点骨气,不轻易地接受别人贵重的礼物,好不好?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者们的恩线方便。 好,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的老板没有来怎么办? 他应该会来的吧。 他如果不来呢,这个事就像,但如果他不来呢,这事就像个无头公案一样,就莫名其妙就这样分了。 你会怎么做? 如果他不来的话,我就还去他店里等他,我等到他来为止,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有老婆,我就读书去了,如果他没老婆的话,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如果他真不喜欢我了,我把两块钱还给他,我全还给他,穿了我也还给他衣服。 穿了也还给他。 如果他说他真的是只是一个人,一开始有点喜欢,现在确实不喜欢你,那你怎么办? 他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他,我喜欢他,我爱他。 那如果他之所以给两万块钱给你,是因为他破产了,不想拖累你呢? 那我就还给他去别的店打工,我再挣钱给他。 还是终生地爱他,帮他,是吗? 我爱他,我确定我爱他。 来,把手放在按键上,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4,3,2,1,请按键。 1,2,1,请按键。 4 3 2 1 我再说 你会来的 因为他说的 喜欢我 你干嘛呀 你装了什么呀 以前逛街不都这样的吗 你还是装 你是不是真的有老婆了 你装 你是不是有老婆了 你说啊 是不是 你别不跟上 每次 每次说话就不跟上 搞得我好热闷的 你说了 你是不是有老婆了 你还装 你为什么平时不装 你要装 你为什么 你跟我说 别这样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还不接电话 你老婆是哪人 你告诉我 你说你告诉我 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直接 给我两万块钱 还叫厨师给我 你躲起来干嘛呀 你是啥意思 我们之间不合适 为啥不合适 也都有个理由吧 刚才嘉宾都说了 那也得有个理由啊 你何逻辑不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我听你们俩 他不说话 搞得我好郁闷的 你让他说 每次都不说话 那你让他说 站到这儿来主持人说 恭喜你捡到宝了 就这样好不好 好